好,我们来看一下平均作用力的球法 题目是在棒球对抗赛中 投手将球以每秒40公尺的水平速度投进本垒 被打者以每秒60公尺的速度反向急出 假设棒球质量为0.15公斤 而球与球棒接触的时间为0.02秒 问打者在这段时间内平均出力多少牛顿 好,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今天球以每秒40公尺的速度投进本垒 那打者以每秒60公尺的速度反向急出 那我们现在要求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式子 力根据牛2F等于MA 那A又等于什么 单位时间的速度变化量 所以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质量0.15公斤 好,时间0.02秒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速度变化量 好,速度变化量 定义是后来的速度 减掉原来的速度 好,那我们假设以向右为正 所以后来的速度呢是60 好,60 好,60公尺每秒 那原来呢,往左的话就叫什么 好,负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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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 好,那我们带进去 答案就得到750牛顿 好,750牛顿 好,750牛顿 好,负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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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负40